杨宇源采访报道 没有注意到你的状况 好好地照顾你 让你发生这个意外 非常的抱歉 该抱歉的除了搞掉一条人命 可能还包括湮灭罪证 269旅政战主任陈一鸣 被爆料安抚家属的诚恳言很大 上校政战主任陈一鸣 他们说政战主任说家属 要求军方的检票单位 能够把禁闭室里面的 例如电视银带给家属看 然后政战主任的脸色跟神情 看来对这件事情有点着急 政战主任不想让家属 看到不该看的银带 洪仲秋同袍透露 陈一鸣前脚上完箱 后脚回音就下令删影片 走出灵堂的陈一鸣 先打了一通电话说 我上电视了表现如何呢 疑似跟高阶军官的不明人士邀功 接着第二通电话就打给监察官王振宗 披头说我是主任 家属跟军检都要看录影带 你知道怎么做了对不对 我等一下回旅部大楼去接你 监察官是直接督导 禁闭室监视影像的官兵 这通电话摆明是施压灭政 打电话下车命令的听到 就是对就是陈一鸣 来做这样的状况 对就我了解 在军中的同袍他们是 跟我打包票 阵战主任在晚上的时候 会有打电话给机房 或是与机房有关系的长官 然后只是就是要处理 处理影带的事情 他们是不太可能会去 违抗长官的命令 通说的处理应该就是 把那个监视影带烧毁 或者是 对就是让影带消失 就是让影带消失 然后这个是这段影带 就永远不会攻处于死 果然之后有同袍 向负责监视画面的官兵询问 录影带怎么了 对方无奈的说长官说要处理 也已经处理掉了 怎么可能让家属看得到 在每个旅的旅部大楼里面 都会有摄影机 所以只要看在旅部大楼里面的摄影机 防官监察官 或是有没有陪同 阵战主任进到机房这一段 那大概就可以去推测 他是否有做出这种违法的行为 军中同袍正义爆料 狠狠戳破军简的连篇谎话 陈一鸣是否就是消失影片的幕后黑手 或者上面还有更高层指点 军简别再呼隆老百姓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 好所以是不是上香完 就去处理这个影片呢 现在当然还要调查 不过目前呢 还有人跳出来说军方 竟然想在头七当天上香 然后掉几滴眼泪 慰问家属就了事结案 好那么爆料的同袍 也点名了一个人 就是简世伟 他是六军团的政战主任 他私底下很冷血的呛瞎说 这种事情我们看多了 甚至上完香之后还打电话 给不知道是哪位长官报告说 事情处理好了 恭喜长官 好电话里面的这个长官又是谁呢 这些对话让人觉得不寒而离 就是对立点声音讲过起座 红中秋死亡当天 公开否认死于不当管教 他就是六军团政战主任简世伟 如今证明睁眼说瞎话 还被爆料冷血想搓掉红中秋命案 头七当天 包括五四旅连长徐姓正 辅导长吴义竹 还有二六九旅政战主任陈一鸣等 军中一挂官兵去红中秋 临前上香 爆料者透露 上香后 红家人向简世伟 陈一鸣跟连长辅导长共四人 哭诉冤屈 辅导长吴义竹 看到红家人心碎的眼泪 忍不住跟着落泪 事后却被简世伟痛斥 不该哭 简世伟向吴义竹说 这种事情我们见多了 你哭代表你经验不足 是人命如草芥 一派别人的孩子死不完的傲慢 爆料者还透露 简世伟骂完吴义竹之后 接着进打电话 跟不知名的高阶长官报告 这件事处理完了 恭喜长官 百民认为一条人命 一票军官头七上香 哭一哭就已经算给家属交代 想说我一个害我的小孩 怎么当时一个月的病 居然就这样没有了 对照洪中秋死的不明不白 还有洪家人的悲愤与泪水 简世伟冷血呛辅导长不该哭 甚至跟长官恭喜的爆料 若属实 军中黑幕与恶职心态 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好真相是什么一定要查出来啊